拜登政府周一宣布,从7月15日开始,国税局将首次按月支付大约3900万个家庭的儿童税收抵免。 大约80%符合条件的家庭已在国税局登记了直接付款信息,剩下的20%的家庭将收到支票或者借机卡。 今年3月,国会参议院通过了1.9万亿美元的新冠纾困计划,该计划提高了2021纳税年度的儿童税收抵免项目,将每个儿童可获得的最高补贴从2000美元提高到3600美元。 从7月份开始,每个家中有6岁以下儿童的家庭将获得每月最多300美元的补助,家中有6岁至18岁未成年人的家庭每月最多250美元,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在每个月的15日收到补贴,周末或节假日除外。 国税局表示,有孩子和调整后的总收入高于7.5万美元的个人,或者已婚夫妇联合申报额度高于15万美元,获得的福利将逐步减少。 对于收入超过9.5万美元的个人,和收入超过17万美元的已婚夫妇联合申报者,将不再享受这项福利。